据俄媒报道,今年共有约1.4万名官兵参加红场阅兵 另有225辆装甲车和75架飞机将接受检阅 同时,俄方还邀请了19个国家的军人来参与此次阅兵 6月13号,受俄方邀请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105名军人 乘坐运20抵达莫斯科的谢烈眉睫沃国际机场 我军官兵全程佩戴口罩、护目镜、整齐列队 抵达后,中国三军仪仗队此后将会参与到红场阅兵彩排中 2015年,中国三军仪仗队首次参加红场授阅 中国仪仗队员平均身高1.88米 身着第六代礼仪制服、仪容整洁、英姿萨爽 在2015年的红场阅兵式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阵以整齐的军容 坚定而有力的步伐行进通过红场 给全世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此次阅兵将是中国三军仪仗队 第二次亮相红场 有分析表示,疫情之下 中国派出仪仗队参加阅兵式 是对俄罗斯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支持 也凸显出了两国对于二战胜利成果的珍惜